台灣這兩天真的好熱 你知道今天全台最高溫 在台東金輪飆到了41度 台北設子也有39.1度 明天持續受到新南風的影響 各地都還是有機會飆出36度的高溫 尤其是在台東地區可能會有焚風 高溫可能會來到38度左右 我們真的要提醒大家戶外溫度這麼高 真的要做好防曬 還要多喝點水了 因為過去就曾經有研究顯示 當戶外溫度超過31.5度的時候 小心心血管疾病可能就會增加三成 猝死的風險也會比較高 再加上這幾天可能在戶外很多地方 體感溫度甚至是超過40度了 高溫帶來的風險不可以輕忽 尤其是醫師就說 現在很多人在室內室外會頻繁的進出 走到室內的時候覺得有冷氣吹 好像很涼快 但是小心這種極端的溫差 會讓你的心臟像是打雲霄飛車一樣 一下舒張一下收縮 恐怕都會增加心臟病風險 全台灣熱得像顆烤番薯 走沒起步就汗流夾背 健康隱憂不可不慎 國外研究指出氣溫超過31.5度 還在外頭爬爬燥的話 心血管疾病風險會增加將近三成 很多人為了躲太陽可能都會選擇到室內吹冷氣 可是要注意囉 如果你室內外頻繁進出的話 可能就會讓你的身體負擔加重 在外搭車也是一樣 室外溫度非常高 如果突然碰上了車上的低溫 這個溫差可能就會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 這是因為天氣炎熱時 身體容易有多餘熱量 微血管會擴張 讓循環量增加更好散熱 但突然衝進溫差5到10度 甚至更高的冷氣房 微血管就得從擴張轉為收縮 心臟又得重新適應 除此之外 流感等病毒感染 濕度的異常變化 以及懸浮威力濃度的增高 也會讓心血管系統承受更大壓力 暈又噁心 然後你要喝水又想吐 那個是非常不舒服的狀況 這個時候就對心血管風險 血壓的穩定 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除了避免室內外冷熱交替 醫師建議外出時帶毛巾擦汗 並適時喝溫水 補充水分 都是大熱天 保護健康的重要配方 華視新聞 黃澳天 黃瑞麟 台北報導 G大安 G大安 分 rais 最初以上 ек Fair